这绝对是监狱最狠的囚犯 每天都要仰卧抬腿一千次 锻炼自己的核心力量 确保汗水能浸湿 牢房的没根钢管 日常生活除了锻炼 剩下的时间都在柜里冥想 没人知道他的来历 单看男人就觉得 他一定是惹不起的人物 然而监狱信赖的犯人 非要挑战一下权威 这天男人正在冥想 突然有人拿刀子上前 男人率先出击 两拳跟翻一个 拿刀的大块头也不放过 跳起来一招鞭腿 就踹到大块头倒下 旁边的囚犯都兴奋的叫着 狱警听到声音赶来 男人抱着他 来了一记前功翻 倒地的大块头不服 划伤旁边的狱警 再次迎上前来 这次呢 也没有改变悲凑的结局 男人硬声声的 将他被整残疾人 就你这点小招数 也敢上前 回家洗碎吧 通过这次战斗 男人在监狱里一战成名 自此成了监狱老大 就连狱警跟他说话 都得蹲下 声音不能超过60分贝 这天 监狱长找到男人 要他帮忙抓一个罪犯 正是让他注意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个狠人 该怎么对付他呢 下面让不自讲讲 男人名叫马斯 原本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妻子患病住院 必须要做换心手术 马斯便和犯罪集团的首领 桑昆达成交易 他代替桑昆杀人入狱 桑昆则救活他的妻子 但妻子最终没能活下来 监狱长表示桑昆昨天被抓 但他还在暗地里 研制一种特殊毒品 毒性比普通的毒品更强更猛 马斯要做的就是 从桑昆那找到制毒窝点 从而将毒品一网打尽 见马斯不答应 监狱长掏出马斯儿子的照片 表示儿子也是桑昆手下的一员 参与了不少犯罪 只要他答应 就可以抹出儿子的罪名 自从入狱之后 儿子就是他唯一牵挂的人 于是答应了监狱长 马斯一点都不托他 刚结束聊天就气冲冲去找桑昆 后面的狱警不敢上前干预 只能让所有人待命 马斯这一诈可不是开玩笑的 毛巾勒翻一个 掰住第二个的胳膊 把小刀插进他的胸口 用毛巾盖住桑昆的头 一下 两下三下 刚才被撂倒的小弟急忙上前支援 小弟和马斯互揍 一人一拳打得有来有往 小弟用自身优势将马斯高高举起 掐住他的脖子不撒手 马斯被掐得喘不过气来 用手扣住他的眼睛 右腿抬上去逼他放手 随后一脚将他撂倒 抬脚踹到受伤的眼睛 另一小弟也加入战场 拽着马斯的头发就要给他嚎吐 马斯顺手拿起旁边的小刀划过去 小弟只能够放手 马斯两脚直踹对方小鸟 把他踢成了太监 一黑一白两个小弟全被放倒 桑昆挣扎起身说道 不满意我带你儿子赚大钱吗 儿子是马斯唯一的软肋 上去就把小刀扎在桑昆的手背上 门外的御警听声音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于是冲进来阻止 不料马斯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 他直接挟持御警 旁边的警员被吓到了 不敢轻举妄动 马斯路过牢房 囚犯们都在为他拍手叫好 马斯来到铁门跟前 通过监控叫嚣着 赶紧给老子开门 不然你们就只能看见他的尸体了 监狱长见状也只能打开 御警劝他不要这么冲动 赶紧收手 马斯才不听他的 继续向外突围 就这么一路挟持着御警 每到一个铁门监狱长都主动放行 直到最后一个铁门 马斯让御警跪在地上 双手伸出去 用手铐靠住了他 御警大喊着你跑不了的 一定会被抓回来的 马斯顺着楼道一路狂奔 就快超过博尔特的速度 后面的御警完全跟不上 就这么一路跑到洗衣房 顺手拿起旁边的毛巾 裹在手上荡缓冲 撞碎玻璃跳出去了 马斯一路逃到外面 监狱警铃声响起 他环顾四周 目光盯上了铁丝网 看准角度 把玉金往空中一抛 完美落在铁丝网上方 马斯后退几步 随后一个助跑腾空而起 扒在了铁栏上面 借助身体的惯性向上 反复扑腾几下 成功翻越出来 然而警车却追上来了 警员拿枪指着马斯 逼迫他赶紧投降 马斯趁其不被利落夺过手枪 局势瞬间发生反转 这下轮到警员举手投降了 马斯把他的对讲机也抢来 不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 自己开着警车扬长而去 就这样完成了越狱 他来到父亲家 从父亲口中得知 自从妻子离世自己入狱之后 儿子在学校经常被霸凌 于是辍学混社会 凭借优秀的电脑技术 被犯罪集团的金姐看中 金姐也是桑坤的团伙之一 自从桑坤被抓 金姐就成了老大 在父亲的带领下 马斯来到了金姐的别墅外 环顾四周确认没人 从后墙爬进去了 在空中展示自己的臂力 成功爬到二楼 和金姐打了个照面 金姐也对马斯早有耳闻 知道他来是为了儿子 示意儿子就在楼下 马斯连忙上前 可儿子一看见他就情绪激动 大吼着你不配做我的父亲 赶紧滚蛋 儿子把妻子的死都归咎到马斯身上 马斯看到儿子和金姐的关系不一般 金姐明显是在吃嫩草 马斯只好请金姐劝劝儿子 金姐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马斯要帮他做一件事 金姐拿出那瓶特殊毒品 他想得到毒品的配方 但配方掌握在两个化学家的手里 两人拒绝把配方卖给金姐 在儿子的帮助下 金姐知道了他们实验室的位置 可两人在四周架了围离 还装了地面侦测系统 只要有人入侵立马会想起警报 马斯沉思片刻 立马想到了对策 为了成功拿到配方 马斯对几人展开了训练 高空滑锁20个来回 俯卧撑300个 仰卧起坐300个 还有射击训练 体能训练结束后 硬件设施也要跟上 马斯对汽车进行了改装 加装了防弹玻璃和液弹推力 训练过程中 父子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马斯还会带着儿子飙车 交谈中得知 儿子竟然和金姐在谈恋爱 怪不得要留在这儿 保镖偷偷拍下父子俩相处的 瞬间发给桑坤 桑坤让保镖全天候监视他们 一旦拿到配方就将他们灭口 金姐为了行动万无一失 故意穿着暴露的睡衣 想勾引马斯 他要当父子俩的女朋友 但马斯根本不吃他这套 让金姐把心思放在明天的行动上 殊不知两人的这一幕 正好被儿子看到 他心里对金姐有了其他的想法 到了行动前 保镖竟然嗑药了 马斯害怕他坏事 便让他和眼镜男在原地结印 三人去行动 马斯来到外围 找到一棵足够高的大树 甩动绳索挂在树上 自己爬上去将弓弩架在上面 连接好绳索 三人一路沿着滑锁滑到实验室屋顶 儿子的手机不小心掉出来 急忙下去捡 马斯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儿子的腿 将他拽上来了 这才没有触发地面警报 三人来到实验室 儿子将里面的配方复制到硬盘 拿到资料后 金姐立马修改了密码 另一边保镖逼迫眼镜男 把配方复制一份 可眼镜男表示 金姐修改了秘密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保镖这才知道金姐叛变了 顾不上里面三人的安危 直接开着车撞破大门 冲向实验室 一见面就拿枪指着金姐 要他交出配方 与此同时警报声响起 两个化学家骑着车来了 对着他们疯狂射击 几人赶紧躲上车 开车逃离 化学家在后面紧追不舍 展开了一场速度与激情 其中一个化学家 从山坡上一跃而起 在空中对着汽车连开竖枪 好在汽车家装了防弹玻璃 马斯很有先见之名 打开液弹推力 把两人远远甩在后面 之后几人来到父亲的小屋 刚逃过了追杀 保镖就连线了监狱里的桑坤 拿枪指着儿子 逼迫金姐把密码交出来 金姐自然不会答应 眼看他见死不救 儿子只能自救 坦白自己偷看了金姐的密码 他也明白了 金姐自始至重要的 都是毒品和配方 自己一点也不重要 保镖挟持了儿子 正当他要动手的时候 突然遭到攻击 原来是两个化学家赶到 他们在地上捡到了 儿子掉落的手机 跟着上面的定位一路追踪 两人拿着机枪一顿扫射 众人只能趴在地上 射击完毕 化学家又往里面投掷了两颗毒气弹 完全不给他们留活路 化学家端着机枪来到外面 一脚踹开房门 却被砰砰两枪击倒 幸好他们穿了防弹衣 才捡回一条命 马斯突然冲出 却被一拳击倒在地 他吸了太多毒气 战斗力大不如前 但他还是找准时机 顺势拿起旁边的铁棍挥舞上去 挤棍子下去 光头竟然都没受伤 马斯都怀疑他练了金钟照 光头抱着马斯摔到车上 挡风玻璃都摔烂了 清醒过后对着马斯 就是一套铁拳连招 马斯用铁链拴住他的脚踝 将他拉到车底 大锤砸掉千斤顶 废了他的一条腿 金姐对抗另一个化学家 虽然他很强 但在体型上占不到一点优势 只能被动挨打 被化学家无情扔在地上 金姐顺势拿起旁边的机枪对准他 一枪打残了他 随后金姐将枪口对准了马斯 威胁马斯不要再过来 让他带着佩芳离开 可金姐伤势过重倒在地上了 就在这时天空传来声响 原来是警察来了 他们将金姐送往医院 把两个化学家抓起来 经历过这一遭 儿子也和马斯冰势前嫌 原来这一切都是监狱长和马斯的计划 当初监狱长是故意让马斯越狱的 他们在马斯手上植入了晶片 可以随时追踪 马斯及时发出了求救信号 所以他们才能来得这么及时 儿子说出实情 其实他没有拷贝佩芳 而是把配方都删掉了 这下化学家再也不能用这毒品害人了 监狱长遵守承诺 消除了儿子的全部犯罪记录 而马斯也接到了新的任务 即将开始下一个行动 本片完 本片叫疾风生命 本期问题 你觉得在监狱的囚犯里 他们真的会推选一位老大吗 觉得会扣三一 觉得不会扣三二 马斯确实很猛 在监狱对桑坤大大出手 连狱警都不敢惹他 靠一条毛巾就能越狱 还能翻过提示栅栏 真的是有一手 如果坏人对上他 也算是死路一条 本片好看 推荐几款云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的熊永家族 点赞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